秦良 请那个 我是后娘亲亲 秦良 67岁 萨偶 自行车零件厂退休 退休金3300元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92平米 咱这一身咱们冒一加上牛仔裤 加上小皮鞋 挺轻身的这一身 前年流行的颜色买的 姑娘给我买的 都是谁买的 姑娘这个时候姑娘给我买的 这个是 这里的还有 还叫这个 这个我没穿的 还有这都是姑姑娘给我买的 你这衣服都是姑娘给买的 都是姑娘吧 这我前两天姑娘 看我没有牙羽毛了 给我买了这一件 这个厂里牙羽毛 平时就是家里缺啥 姑娘就给买的 对 我不敢提 我不敢提 我没有啥 我让你说没有啥 她都问你 上网上帮我给你买 像那个买 买那个电视 老店 你电视不能看了 我买个电视 这两天发到货 你收一下 我说 电视能看了 啥不行了 就把电视刷了 啊 电视也是姑娘给买的 你姑娘买的 电视 冰箱也是姑娘给买的 啊 你这姑娘可孝顺的 我一说吧 她就买了 你看 就买这个套头这个衣服 你买一件两件 你买一件两件的 瓜家买三件的 你才整的 哎呀 我天 我说 我说好好好 行了 你这鞋子也其实很高兴 很高兴 孝顺 秦大哥说 他从自行车临驾厂退休有七年了 女儿几乎每周都得拎着大包小果来看望自己 可让红娘惊讶的是 秦大哥这个贴心又孝顺的女儿却和她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秦大哥说 虽然这个女儿是他第二任妻子和前夫所收 但他却跟秦大哥很亲 因为一直以来 秦大哥也是对他视如己出 他那时候在四育高上学 四育高的班车没通到这儿呢 得到体育场呢 他去在那个亚太太要到体育场 在体育场呢 然后你回来送送的那儿 我天天晚上给到体育场那儿接他 早晨再把他送到体育场那儿坐班车去 天天接送吗 天天接送吗 到我学校去开家长会啥呗 我去他家 学校开家长会也是你去啊 对 我去 你对他就像七生女儿而已啊 实际做情绪 还做七生 秦大哥说 早在1992年 他就和第一任妻子离了婚 离婚第三年 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虽然都说这后爸后妈不好当 但这一家三口的日子啊 过得都让林里邻居羡慕 可就在2015年 妻子却被病魔缠身 这一家三口的日子 我们下期待 It'd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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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say anything negative because I just wanna hear it out yo mouth Gimme Fuel, it's a tool that I use To go ahead and run my f*****k mouth I take shots, I take loss I make shots, I miss lots I tell you get big boxed You get yachts Just swing lots and pop off a big shot I ain't done chasing Well I got big dreams, bigger things impati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I need replacem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I'm gonna erase their face it? I don't give up quick, I don't give up s**t I won't give up this Cause I know that I want it, know that I'm on it, I'll make it, I promise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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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不和他们在一起 我就和你在一起 他说我妈跟我说的 讲来我要是不好的 哪也不要去 你就跟着你 就跟着你 你要说跟着他 跟着我 他说妈妈就放心了 你要伤别人妈妈都不放心 我说那就啥也别说了 这么的我就领他过吧 我对他有个承诺 我说过去吧 女的都为男的守孝 我说我今天我为你妈守孝 三年之内 第一不谈感情 第二你工作没安排 没解释没出去 我不谈老爸 这些都过去了 如今女儿已经成家立业了 秦大哥这边还是单着 于是女儿就给他报名了 咱们的原来不晚 挺多年了 所以说我也挺着急的 你也 跟他打个伴 跟他打个伴 就是跟他分析交口 我们两个人 有共同话题的 一个理解 不叫包容的 这些年也没做 他合适的 就是说 你们要是有合适的 可以帮他摸走一点 姑娘这方面 是完全支持的 是吧 是的 好嘞 谢谢麻烦你们了 没事没事 他跟我说了 老爹你该找找吧 别行这段事 哪事 秦大哥说 明白女儿的良苦用心 如今他也退休了 时常白天会去社区 参加合唱团 可一回到家 还是自己一个人 这身边没个伴 是真不行啊 五六五上下浮动吧 早上这些妈 我得有点点 我不需要她太漂亮 但是大伙丑了 受看 那一看就行 这些妈得有双膀 我也不用她养我 她有钱是她的 就是有就行 对我对我 了解的秦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联系到了 同样家住长春 年龄相当的蔡雅荣 蔡大姐 蔡雅荣蔡大姐 要扶着倩姐 蔡雅荣66岁 丧偶 松原华侨农场退休 退休金2800元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60平米 特意戴的呀 小偷是 不是我呀 嗯 哎呀 这这头这样的 这头前掉霉了 发粗呢 啊 然后这个装饰啊 哈哈哈哈 小偷 这还穿小旗袍 今天特意打扮呢 我不是 我平常我也穿 啊 这都是你的衣服 都是我的衣服 你平时是不是喜欢穿裙子 多一点啊 你说我呀 嗯 我戚袍裙子懂得啥 它这都是裙子 就是裙子 这住房间 我们天天去一旁 要赶人建好 又乡中的了 嗯 乡中就买 乡中就买 穿就是乡肉了 再不穿这家的话 你还能活几个 60多岁 是不是 再不想开了 就完了呢 这些啥呀 对 你说能带走一份吗 你说就像这房子 你就是临时住的 啥是你家 五公医家才是你家 是不是 蔡大姐跟红娘说呀 她也是这几年 才舍得穿 舍得买的 而她之所以 现在想开了 看透了 是因为她丈夫 在六年前 离开了她 哎呀 她得打得尿无症 她齐不肿病 你看肾炎 糖尿病 完了还肝炎化 还贫血 胃出血 她怎么这么多病呢 这不都喝酒造成的吗 这给哥儿喝没了吗 喝啥什么 这顿多喝吗 一年三百六天不断 就是蒸隔着个家 也得喝四顿 那钱 那钱都金头把两的 走道有一回 把那个自行车 都扔到沟里去了 那你劝也劝过她呀 我没说我劝了 她说我喝点酒 老莫的我 她去住院给医院也喝酒 给被窝里 被窝里搂的酒瓶子喝 你那大夫说你是要酒 你是要命吗 那时候丈夫嗜酒如命 蔡大姐也多次劝姐 但都无济于事 最终在2015年 蔡大姐的丈夫永远离开了她 如今蔡大姐觉得 这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 这身边没个说话唠嗑的人 是真孤独啊 了解了蔡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秦大哥 见上一面 你好 过来了 参雅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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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还帮你摸摸手 那手都冻冰凉 从演员来讲 我没想到 丑子还挺 深一点的 那就是演员行 我都搬过去 哎呀 你能搬弄吗 搬弄了 发现你的脾气 你得万万一把手啊 哎呀 我是从小出力的人 所以干啥都不费劲 大姐贼怎么干 他给你准备你的花生 吃吧 吃吧 您是好人 朴实的人 也是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这俩人初次见面啊 秦大哥就觉得 对蔡大姐的演员差点 可当他看见热心肠的蔡大姐 不仅给他准备水果 还亲自搬桌子时 秦大哥也认可了蔡大姐的为人 于是他决定再和蔡大姐了解了解 你什么单位退休 我呀 我们花球能场不贵优田了吗 花球能场给花球能场 推点 你是李宜啊 还是上午啊 上午 上午 大哥家宰那个东岭南极 小宝大五千里头 本来其实带你去大哥家看 大哥说别让他妹子折腾了 然后就自己过来打车过来 这俩人通过唠嗑啊 红娘也看出来了 一直都是秦大哥开口问蔡大姐 而蔡大姐这头啊 也不咋接话茬 这俩人唠着唠着 去农场了 于是红娘决定啊 单独跟蔡大姐聊聊 你也不说话呀 我发现 我没说我也不会说个啥呀 你是紧张呢还是啥的呀 我就是一个时辰人 那你平时接触意义多吗 平时就是那啥 上厨帮就是 那个有的 有几个那啥熟人 说那大大方方的说就行 想了解啥就了解啥 让我干活出力干啥都行 这一让我说话就废致呢了 蔡大姐说呀 让她干多少活啊 她都能干 唯独这说话唠嗑啊 她不在行 红娘决定啊 帮帮蔡大姐 通过了解啊 大姐对你印象挺好的 但大姐说的不会说话 谢谢 谢谢 我不会说 我这人吧 就是实的 不会说 你是啥人 你是啥人我看出来了 就是 我从小就没说 要是说一句话 都别的脸头红 我没说到话就问好 你是什么样 你让我清楚 完了天 今天就是开会吧 发言 我都这么厚语了 大姐 虽然不会说 但是大姐 就是实干形的 我明白 我家是个好人 别的啥都没有 是个好人 这都没问题 但是确实入不了我眼 其实啊 红娘也看出来了 不仅蔡大姐这边 没话唠 秦大哥这边 也不知道唠啥 因为起初就插在演员上 所以更找不到话题可唠了 这不秦大哥 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所以他决定跟蔡大姐 把话说开了 我这个人吧 怎么说呢 我不太能喜欢上你 就这样一说 还是 我本身的问题 还是我做的服务啊 我的人啊 做的不够 他说你也可别这么想 这就是两人的演员 对对对 缘分没到 缘分到没法 不是缘分 慢慢修 不能修到 怎么短年充成多 我能修 谢谢你的热心招待 谢谢 谢谢大哥的 那种啊 谢谢 香姐花也不甜 还是缘分没到 是不是啊 咱俩得相信缘分呢 对 没事 那咱就帮你找吧 对 就扑扑你了 妹子 就相信你了 其实啊 从一进门就能看出来 蔡大姐是真挺相忠亲大哥的 你看 这手握上了 都不舍得撒开 但是呢 由于演员问题 大哥还是觉得两个人不怎么合适 当时呢 红娘还担心 大姐心里不得劲 还行思着多陪她闹一会儿 但是呢 大姐跟红娘说 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心态 啥是家呀 骨灰盒才是每个人最后的家 所以别管遇见啥事 开心最重要 那对于缘分呢 大姐也是这个态度 想得开 看得开 抢扭的瓜也不甜 而且呢 她也相信自己的缘分很快就会到来 那告别了蔡大姐之后呢 红娘又给秦大哥介绍了 家住长春的月育节 月大姐 嗨 这是黑玉节 小粉衣服真好看 我就喜欢颜色的 就喜欢那颜色的 人老心不老 我都算颜色的 花花绿绿的 还吗 真的呀 绿色 橙色 黄色 红色 比较年轻化 裤子也是 红的绿的 还真的呀 这里面 绿色 红色 就算有颜色的衣服 老了嘛 就想要年轻点 你觉得穿这种鲜艳的颜色 对呀 你也有朝气 好像还有点青春活力 是一直这样吗 年轻的时候也这样 年轻的时候比较穿深颜色 素一点 月大姐说呀 人不能服老 她平时穿的鲜艳点 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朝气 月大姐之前在社区公寓港做行政 如今退休了 她就报名了合唱团 这不啊 月大姐想要亮一嗓子 现手了啊 我新预 所以说我唱一首金珠茂果 朗颜起 江山被忘 龙起见马 苍思经起路索 马蹄南举 人被忘 人被忘 朝清黄尘飞扬 堂堂中国 悠扬四方 来何 怎么样 月大姐是不是把这首金珠茂果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平时除了唱歌 月大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You lies, I'll do what I want I'm inspired by thirst I'm inspired by worth I desire your worst So you can just hide while I work I ain't tired, you first I'll write a second, third verse About the lies you go disperse You never did shit, I know it hurts But something deep inside won't let me quit I swear that I'm inspired by all this shit Tell me that I can't and I won't That's what guides me the most You lies, I'll do what I want I'm so the gas in the air I want the sand I'm in the air, she's so bad I'm in the air, I need to break I'm in the air, she's so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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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大姐说 丈夫走后她任何事都想开了 如今儿子在外地 她身边没个人是真不行啊 是该给自己找个归宿了 找一个年龄差不多 最主要的是颜品好的 老实忠厚的 就是能正经八本过日的那种 有我吃有我住就行了 就是再不挑眼就好好过日了 一心跟你过日了 岳大姐说 她一个人单身多年了 所以她特别重视这次相亲机会 这不岳大姐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买两条领带 你也太贴心了 特意挑的呀 一个蓝一个红 对呀 好事成双嘛 为啥型送领带呢 领带就是引领我们走向这个 将来的那个 婚姻店航 这月夜也好 一身一钱拿领带夹 还买个领带夹 对 这岳大姐的礼物也买了 红娘决定安排她和秦大哥见上一面 你好你好 进来吧 进来吧 不会同学就这么就请 他们都不同 都没让他们同学 不用客气 哎呀 这我挺温暖的 我自我介绍 行 我自己叫秦梁 你好 大姐介绍我 我姓岳 叫岳玉姐 秦梁 啥样的第一印象 行 体型个儿也不错 还可以吧 哪块行 看见自己的眼是挺干净利索的 从哪块看出干净利索的 你看穿衣服啥的都挺利索的 我看 都不像一个老头脱脱脱脱脱脱的 初次见面 秦大哥和岳大姐对彼此印象都挺好 演员这关啊 算是过了 这人也见了 屋子也逛了 可别把岳大姐送秦大哥的礼物给忘了 初次见面 我给你们买了两条领带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从来不穿西装 但是你买了礼物 我要谢谢你 买两个 一身一切 一身一切 这红的挺喜剧的 生活就这样 就是生的钱了 那就互相包容 谢谢谢谢谢谢 送膠带送领带 都是把你扎都困住 我让你跑了 这有寓意的我懂 挂外印 您听听啊 虽然这秦大哥好久没扎领带了 但他也懂得岳大姐送他领带的寓意 两人也是相聊甚欢呢 岳大姐更得知 秦大哥也喜欢参加合唱团 岳大姐更得知秦大哥也喜欢参加合唱团 岳大姐更得知秦大哥也喜欢参加合唱团 岳大姐在一水 几年呢 岳大姐玩了三十年来 岳大姐也在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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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大姐是刚去的 岳大姐是刚去的 岳大姐去的时间不长 岳大姐就半年多了 哪个社区是 岳大姐是天鹅湖艺术团 地方行 能留着玩就玩呗 兴趣爱好行 都喜欢娱乐唱歌啊 他有个合唱团 也不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 也有一个合唱团 这岳大姐和秦大哥也算是趣味相投了 这不晚两人决定合唱一曲 你知道我曾爱着你 对对对的 你知道我还想着你 你不是我副愤的 你别是说好的 找个词找不着 我看歌词看不会 大家也可以一直瞅人 好想就对了 韩情卖卖的 您看看 岳大姐在唱歌时这眼神 一直没离开过秦大哥 可秦大哥这边呢 却一直忙着找歌词 我说秦大哥呀 您还找啥歌词啊 两人一起看歌词 不就完了吗 红红的月 我今宵爱过 心情我我 变成了传说 大声大声说 我爱你 你瞧瞧 明显感觉这秦大哥唱的 越来越有气势了 这不啊 一游未尽 秦大哥还想单独给岳大姐 唱一首 我给你唱一个 什么呢 歌唱呗 行 老伴老伴你 通告你 找通告那里的 大哥你找多少 你跟着看歌词的 那不 我在那万人中 要感受 那万丈拥光 看不见你的眼睛 是否会藏着泪花 我没有那种力量 向往 也总不能忘 只等到漆黑 夜晚 梦一回 那曾经 亲爱的姑娘 把姑娘赶上老太婆 该说不说 这俩人在一起 唱歌的状态 真是渐入佳境啊 唱的也是越来越起劲了 俩人对彼此的好感度 也不断上升 秦大哥更是主动向岳大姐 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退休金 那就三千块钱 咱也不是干部 也不是事业单位 三千多啊 三千少多钱 多那点都算啥 你现在你有什么玩意儿 我不去看 那也不是我的 那都是以前的 因为你开八千 开九千 开一万 那是你的 我就按我的生活 这个标准 我一有就三千多钱 我就三国 再一个我抽一 这俩这夜过日了呢 那我也够了 在岳大姐看来 钱不在多少 只要够两个人过日子就行 那通过一小天的接触 两人最终对彼此是啥看法呢 挺好 不行 可以接触接触 比如说我是对方同意的话 可以再进不了 也了解 草的那样 还比方都要一样 后尘 后尘 我也不会说啥 也不会花人 好 那就是好 叫人看吧 就一下子就说 反之事说 今天不就排班了 那我没事 咱也不能连接 对 现在呢 我就是资深一点 走哪 架谁 谁是架 谁就是 就是这样 我就一心朴实 过这个日子 行 今年那就这样 反正就是来日方长 行 有些事吧 也不是一天 一朝一夕 能够 对 对对对 另一个就是也老了 也需要国家之间磨刺 了解 行 没问题 是不是 对对对 通过了解 两人都想跟对方进一步相处相处 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有个好的结果 看完节目 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哥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呢 他说人这一辈子能和相爱的人遇见 并且有过一段生活 就是上天给的最大的恩赐了 要说这段话让人真是挺有感触的 想想也的确是这样 能和喜欢的人遇见 还能一起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也的确是一种幸福 那我们也希望大哥大姐能好好的沟通了解 不辜负他们俩这一次美好的遇见 那好 原来不晚 咱们下期再见